咱们书接上文 上文书 正说在淮海村田罗京做道场 道场这位发师是谁呢 姓李丹子鸣玄人颂一号叫铁拐李 就是咱们八仙里边的这一个主要人物 他在淮海村田罗京的这个宫殿里边 就这田罗宫里啊 做法事 超渡田罗京以前害死的那些个亡魂 就在淮海村望南下去 有这么几里地 还有这么一只棒京 就搁了两扇的搁了京 棒京在这有这么一棒宫 他这也是一座宫殿 结教门人 孙焦老焦京 前人说咱们说过 通天教主的徒弟 联合一帮乌合之众 就在棒宫这儿 大伙儿琢磨 怎么能把田罗京这个 这个道场啊 给他搅和黄楼 想法给他找点事 之前咱们说已经把这个飞颠二人 就是李玄这两个徒弟飞飞颠颠 一吐经一志气经把这俩给逮起来了 逮起来之后呢 李玄做法术又把这两个人给救回来了 救回来之后 李玄这一头就田罗宫子啊 一干铲教的门人就在商量 说咱们怎么着 想法去打探打探虚实 看看棒宫这儿 现在都有什么人 估计挑头的就是这个孙焦老焦京 一想派谁去呢 来的这些人能为最大的 无非就是三个 一个是铁拐李玄 还有一个李玄的师兄 闻始真人 关银子 银喜啊 再一个原始天尊的徒弟 闻美真人 就是南极子老寿 这三位去 去说先得稍微的化个妆 得变化一下 怎么变化呢 李玄呢 还是这个模样 让这个文史文美 二位真人 变化成他这两个徒弟 非天尔人 就这拓清出几经的模样 仨人来到这办公 到这会儿跟办公这些个人 在外边打的这么一仗 没有真心思跟他们打 干什么 来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勤住 进去探得虚实 插招换室 打了几个回合 这三个人束手就勤 一干人能压着 可就进到这 发工里 来到这会儿 后面有小妖精 一抬腿 把他们仨人踹倒 跪跪跪 大堂不中高两 二堂不中腿动 大堆小蛋演一等 钱归你了 跑快鞋蜡 带我们自己帮买去 跪他妈 把他仨人给跪 这三人趴在地上 也不抬头 那两个人化成是非第二人模样 丁玉后 就听郑当中一把大仪 旁边有人说 我师尊 您看着 郑当中这个 这就是那些铁外礼 太上老君新收的那个徒弟 据说能为不孝 上界私相先利 历经实事 不逆本性 不仅是老君收的做徒弟 能为最大 旁边这有妖精 喊正当中 这个人喊师尊 李玄 咱们仨人怪在这就琢磨 这师尊能是谁呢 他是挑头的 就是老娇精一想哦老娇精还收徒弟了 旁边说话这是他徒弟 这三人就这么想 就听郑当中这把大仪 这上面这人可就说了一句话 说你们三人抬起头来 说话这个语气可并不着急 这三人跪在地上 李玄没觉出什么来 他这还对 文史文美二位真人互相一对眼神 什么意思 我说 这个声音 听着怎么那么熟悉 估计咱俩在哪见过 李玄一来没见过 这人是谁啊 叫咱们抬头 那就把头抬起来吧 这仨人忘记咱们一抬头 可把这仨人下巴 正当中这个大仪上坐的是谁 通天教主 老娇精把他师父给搬来 后面一团子气 仨人一抖了手 心里话说妈的妈也不得老了 怎么他来了 来之前这仨人就没打他好 我说离这办公老远 就看着办公里头瞎光万套 紫气千条 这个气氛跟往常不一样 就没想到通天教主能来这 因为什么 他这个徒弟老娇精这没大好事啊 田螺精原本是老娇精的母亲 老娇精调戏生母未成 把他母亲打成原形了 这是在修炼多少年办这道场 如今老娇精过来滋事 按理说这是你这徒弟的不是 你这当师父的不管 你能过来帮你徒弟为非作歹吗 仨人一抬头通天教主 没法打了 这三人假装束手卫行 知道这些人不放在他们仨眼里 可有意见 这位可不行啊 怎么 这跟太上老君换早饭 那个法力那个能为那个小宇宙 哈哈哈哈 他跟太上老君不相上下 凭咱们仨 你帮咱们仨 就把天皇宫所有那些谎称赤经民中子 这些全绑到一块 也不是通天教主的队 这可怎么办 通天教主低头一看 这三个人 看看李轩 又看了看旁边这个假飞飞 跟这假甸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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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一笑 冲着旁边刚才说话呢 说话呢是谁啊 说师尊这老娇精 冲着老娇精一白手 这老娇精一白手